顾湘怡尚且没怎么反应过来,就被荣熙顾打横抱起来,丢到品上。 荣熙顾灼热的身影,瞬间覆盖上来。 顾湘怡刚一起来,就被荣熙顾压倒。 她惊呼一声,荣熙顾低头掘住她的唇,吻上这诱惑她一天的唇。 她的吻,灼热的,要把她也卷入热潮,彻底掠夺她的一切。 顾湘怡被她吻得迷迷糊糊,她就如意团伙,执意要把清冷的她也拉到这团伙中。 荣熙顾无疑是一名调情高手,顾湘怡伸手,完全被蛊惑了,不知反抗。 等她知道反抗的时候,舒然觉得身上一紧一松,接着是布料裂开的声音。 顾湘怡的短礼服被荣熙顾粗暴地撕开了。 Shit!这到底是谁在享用谁啊? 荣熙顾粗暴地扯了自己的衣服,片刻之间两人已经坦诚相见。 肌肤相亲的亲密和麻痹让顾湘怡的神志迅速流走。 被药性控制的她只能本能地热情地配合荣熙顾。 身下的女子热情如火,身材玲珑,双腿白皙修长,如水蛇一般缠着她,这更让荣熙顾欲惑焚身。 你这妖精。 等等,关键时候,顾相仪不知道哪根神经被触动了,双手抵住荣熙顾的胸膛,很淡定地问一句。 不是我想用你吗? 荣熙顾顿了顿,低头看了看已蓄势待发的某个位置,危险地咬牙。 这该死的女人,是故意的吗?我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,宝贝,你怎么就这么天真呢? 瑞丽的疼痛,骤然爆开,顾相仪因疼痛而沙白的脸蛋。 荣熙顾也惊了一下,她竟然是第一次。 然而,被欲望抓住的男人,也没有多少同情心去怜惜她。 一夜,沉浮,第二天,顾相仪睡眠很浅,天一亮就被折腾醒了,感觉没睡过,酸疼的肌肉每一处都在抗议着使用过度,某个私密的地方更疼得她脸色惨白。 旁边的荣熙顾也睡得沉,裸露出半个胸膛,全是顾相仪疼痛的抓痕,点点交错,身上交错着暧昧的情欲气息,更是妖野。 顾相仪总算真正看清这男人的长相,的确是精致,不似凡人,专门招桃花的这种长相。 一失足成千古恨,想到昨天这男人的狠劲,把他折腾得死去活来。 顾相仪就有一种,老子吃了亏,也要让你兜着走得很近,总不能就他一个人被折腾得这么惨吧。 你这禽兽,衣冠禽兽,你死定了。